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周四下午是出动了12架的战机 在南韩管辖的特别监视区附近进行示威性的飞行 而南韩的空军也派出了30架的军机紧急升空 双方是对峙将近一个小时 南美韩局势再度升温 北韩试射飞弹后出动12架军机 比进南韩领空 与南韩军机对峙一个小时 南韩军方推测 靠近南韩特别监视线 在特定区域进行空对地的射击训练 南韩军方掌握情况后 随即出动F15K等30架军机升空应对 双方在空中对峙时间长达一个小时 军事专家分析 北韩将的举动挑衅意味浓厚 如同大陆共击扰台的模式 面对北韩近期军事动作不断 南韩总统尹席悦 紧急致电日本首相双方通话25分钟 对于北韩挑衅 日本首相表达严厉谴责 北韩空军示威性编队飞行相当罕见 也是过去一年来首见 最近12天北韩更发射6次飞弹 4号早上发射的弹道飞弹 还飞越北海道以及青森上空 南北韩陷入武力示威的恶性循环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这个特别监视线 它原来是在南韩 两韩边界的附近划地的战术行动线 也就是说只要有北韩空军靠近 他们就会来升空回应 两韩的军机上次在空中对峙 已经是可以回溯到10年前了 美国退役海军上校就说 金正恩似乎是阵地 美国总统拜登不会有反应 所以这行动越来越大胆 北韩八架战斗机 还有四架轰炸机陷宗 南韩空军30架F-15K紧急升空应对 东北亚的紧张 几乎上升到过去10年的最高点 似乎看准美国拜登政府不敢怎么样 北韩军机逼近特别监视线这个敏感区域 是南韩划定战术行动线以北约20到50公里的空域 一旦有飞行物逼近 南韩空军就会升空警戒 这也是北韩十年来第一次派遣军机到这个区域 朝鲜人民军的航空部队 只是根据外界掌握的北韩战机数量 尽管人民军拥有超过1500架飞机 不过数量最多的米格29 米格23和米格21 全都是旧式苏联战机 恐怕南韩和美国的二代与三代战机有显著差别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抨击中国大陆和俄罗斯 在安理会上袒护北韩 才让金正恩越来越嚣张 南韩也宣布要在周五周六 和美军执行海上联合军演 来避免朝鲜半岛发生危险 TVB的新闻做不到 而在二物战军方面 乌克兰的反攻又有新斩获了 不只是在南部的赫松又夺回了几座城镇 也在开战后首度是打回了卢干斯克 而乌克兰近期的反攻为何会成功呢 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他们的战术 枪声大作 士兵蹲下找掩护 枪战过后敌人败退 又一座村庄被乌克兰收复 俄军枪支丢在地上来不及带走 村民看到乌军来了 边哭边上前拥抱 乌克兰士兵反攻 都成解放在前线反复上演 特别是东部 哈尔克普反攻 现在顿内刺客也捷抱不断 士兵声蓝黄国旗庆祝 另一段影片 士兵站在顿内刺客城镇的废墟堆 还写着世界的未来 不再由克林姆利公决定 而现在不止顿内刺客 余杜被俄罗斯完全掌控的卢干斯克 也开始由乌军慢慢逼近 乌军反攻 为什么能够从哈尔科夫到顿内刺客 再到卢干斯克一路往东打 乌克兰士兵亲自解答 关键就在分波进攻 让敌军晕头转向 不止东部 南部战场反攻也有起色 克尔松和尼古拉耶夫地区的乌克兰军 冻起来 一口气夺下好几座村庄 看看乌南前线地图 乌军从尼古拉耶夫地区 由北往南打 10月3日乌克兰释出 米罗流比夫卡村的插旗影片 隔天4日就攻下 另外三座村庄城镇 可以看到乌军快速反攻进军 目标当人直指南部大城 赫尔松 不过无论东部还是南部战场 乌克兰军都知道战果得来不易 而要守住战果甚至继续进攻 还是得求西方多多送来先进武器 五角大厦还公布今年1月以来军援完整清单 截至9月底 美国给了乌克兰1400套自尊飞弹 8500套标强飞弹超过700架弹簧刀五人机 当然还有在前线建功的126门榴弹炮 和赫赫有名的海马斯34套 总价值169亿美元超过5000亿台币 而10月最佳最新一波军援 又要送四套海马斯与155毫米 105毫米榴弹炮各16门 虽然美国宽给军援 但还是有乌克兰要不到的武器 就怕给了射程300公里的武器 乌克兰一下子打到俄罗斯本土 扩大战争规模 美国目前还不考虑送出这种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TBS新闻综合报导 输送俄罗斯天然气到欧洲的 北溪管线在9月底 疑似是遭到人为破坏 导致气体外泻 而瑞典当局针对北溪管线 在瑞典专属经济区的部分 深入调查 现在结果出炉了 瑞典安全局是发表声明 说初步调查发现 瑞典经济区内的北溪一号 和二号管线附近 曾经发生炸药引爆事件 进一步佐证 管线是被人为蓄意破坏的推测 而调查人员也已经取回 现场的证据 正在进行分析 管线泄露的附近水域 也将被解除封锁 但是瑞典官方 没有透露爆炸是如何发生 以及谁可能会对 这个爆炸事件要负责 经济消息 美国联准会的升息政策 是越来越坚定了 联准会的理事华乐甚至表示说 明年初也必须要继续升息 华乐说目前这个通膨 是还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 而且也不太可能快速降温 虽然是已经连续三次的升息了 但是预计今年还会再升息四到五码 就连以往立场偏歌派的理事 也是同样表达支持 联准会周四持续坚守鹰派的立场 也让投资人感到失望 周四美股震荡走低 道琼是下挫超过300点 四大指数全数收黑 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噩梦 会再次重演吗 联合国就罕见的市井说 当下全球经济正在面临衰退 而且更胜于2008年金融海啸 和2020年新冠疫情危机 你会以为已经6000点 已经跌掉50%了 可是很不幸的是 它继续再往下下坠50% 这种海啸型凶事 会让你怀疑人生 你以为到底的时候 会还有18成低 理财作家石芳 是2008年金融海啸的受灾户 他在2007年投入股市 短短9个月就赚了200万 每天跟着新闻买 以为找到了致富捷径 没想到却是噩梦开始 我都称那个2008年 是人类股民史上的索母盒之一 索母盒之一是人类历史上 战略最残疑的 一天就死掉了130万人 你知道那一年的金融海啸 每一个美国股民平均赔200万台币 那个过程我全部都在里面 我印象中我是07年进股市的 我都号称 我觉得牛市是新手最坏的起头 因为我当时进去的时候 9个月就赚了200万 当时股市进入了大牛市 让石芳缺乏警戒心 2008年狠砸1000万 重压电子股和陆股基金 但惨跌了500万 身家瞬间缩税 情绪溃体 A股是从6000点跌到3000点 你已经腰斩一半了 所以非常痛苦 我整个过程里面才花一年 亏掉500万 我当时好像才29岁30岁 我觉得我这辈子都赚不回来 所以当时是一个 我觉得是战略惨意 就是每一个人都刻骨铭心 当年雷曼兄弟破产 引发金融海啸 血本无归的人不在少数 而今年以来 美国联准会激进升息 脚步未停 全球经济也出现了衰退风险 这波来势汹汹的景气寒流 代表明年苦日子就要来了吗 有专家示警 一旦美元持续强势到明年下半年 新兴市场所承受的风险 将会比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更为严重 回顾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风暴 各国货币进贬 日元汇率从115元拒贬到147元 海员汇率更从900元贬到2000元 而台湾在隔年也爆发本土金融风暴 到了2008年次贷危机 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 连麦等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倒闭 造成全面性股灾 而这次联合国则警告 世界正处在经济衰退边缘 会带来严重破坏 更剩2008年甚至是2020年的疫情冲击 我想跟2008年比 它产生的结果可能更严重 因为2008年没有恶性通货膨胀 纯粹是次贷危机 引起金融方面的一些动荡不安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通膨 把整个世界经济都搅乱了 有很多的国家 他们的通膨也好 他们的经济也好 都已经在边缘 崩溃的边缘 换句话说 这一巴掌打下去 全世界经济都进入到校条 全球经济衰退乌云震席卷而来 有新兴市场支付支撑的莫比尔斯 也指出大陆把大量的钱 借给无力偿还的开发中国家 在不清楚债务规模的情况下 新版的亚洲金融风暴 正在酝酿中 真的是因为大家对美元都贬值了 所以说美元独强 那人民币日元韩元台币 都在对美元贬值 所以其他货币之间 相对来讲 那个贬值的付出就不会有这么高 那至于说会不会发生 这个新农风暴 我个人觉得目前看起来不至于 那最主要问题还是美国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 因为从美国开始 2023年大家蹲低 不要单压 不要冒险 这种冒险 我觉得都容易犯那种 我觉得是灭顶的错误 令投资人文之色变的金融海啸 就怕悲剧重演 在冷风狂吹下 世界性金融风暴 何时引爆 的确让人感到胆战心惊 TVBS新闻 王新唐 陈建民留言宣 新竹台北采访报道 今天我们的追踪第一线要访问到的是 TVBS日本特约记者施许 好 施浩你好 都很无安 大家可以无安 施浩我们先关心到的是东北亚的情势 北韩在九月底以来六度发射了飞弹 其中在十月四号还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飞弹 这是五年来首次飞越日本上空 施浩我们有看到新闻指出说 日本政府当天是对北部的居民发出了避难警告 甚至列车也因此来中断营运 你在日本当地感受到和过去有什么样不同吗 是哦 其实当天一早呢 还不到这个早上八点 一打开电视 全部都是这个警报的画面 感觉上是有一点像空袭警报 感觉蛮紧张的 那么你电视台 你不管转到哪一台 都是播送一样的画面 就是因为这个北韩发射的飞弹 是直接飞越了日本的上空 那么日本政府呢是紧急发出了所谓的J alert 也就是这个全国即时警报系统 那么这也是我在日本生活 这几年来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警报系统 虽然说呢 这个这几年来北韩是不断的在试射飞弹 而且这个发射飞弹的频率越来越高 次数越来越多 甚至有些时候 飞弹还是直接落入了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当中 但是像这次这样子 直接飞越日本的上空 然后触动了所谓的J警报 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感觉真的是还蛮紧张的 那么当时候呢 其实日本全国上上下下也都感到非常的紧张 像是所有的电视台都在第一时间呢 就暂停所有的节目 那么以快讯这个快报的方式来插播最新的消息 而且主播呢也是不断的附送 呼吁这个在这个警报发出的范围的地区民众呢 应该要赶快的来避难 那么根据了解 这个也是继2017年以来 相隔五年北韩再度发射飞弹这个飞越日本的上空 因此也是相隔五年以来 日本再度发出这个所谓的J警报 不过这一次日本发布的这个J警报 可以说是有一点点落残 因为呢在这个日本针对青森线 所发布这个J警报的时间 其实是飞弹已经发射过后 大约7分钟左右的时间之后了 那么根据估算 其实这个时候飞弹是已经飞到了这个青森线的上空 感觉上是有点晚了 那么这个也是历届以来的这个警报发布最晚的一次 而大概也就是因为说 包括像是这个东京都的伊豆珠岛 还有小丽园珠岛等等这些地方 其实在第一时间呢 日本政府也针对这些地方来发布警报 其实让居民感到有一点疑惑 想说奇怪 北海道跟青森离这个东京感觉真的蛮远的 怎么会发布的这个范围这么大 最后最证实这个其实是误报的情况 那么这一次的警报针对对这个北海道 还有对青森线的居民来说 其实生活上影响真的蛮大的 尤其是呢 因为在这个发布警报之后 居民呢 基本上就是要赶快进行避难的动作 所以像是在青森线有部分的地区 是直接用广播的方式 呼吁所有的居民应该躲到地底下 或者是躲到这个建筑物里面来避难 那么对交通上面的影响来说又更大了 因为像东北的新幹線呢 是受到这个警报的影响 是一度的来停止 包括像是北海道最大的城市闸化 这个部分的铁路 还有地下铁呢 也都是一度的停止 刚好这个时间又是上班通勤的时间 所以对非常多人的生活 其实造成蛮大的影响 而在飞机的部分呢 有部分要飞往北海道的航班 也是受到这个影响 所以在岩手线的上空呢 是盘旋了一阵子之后才降落的 因此造成了这个班机的延误 那么根据日本媒体的报导 其实这一次北韩发射的飞弹呢 是属于弹道飞弹 在发射的时间呢 是在日本的这个时间 早上7点20分左右 整个飞行距离总共长达了 4600公里左右 也是目前为止 北韩发射的这个飞弹当中 飞行距离最远的一次 那飞行的高度呢 也达到了960公里 因此呢 日本的媒体认为说 几乎是已经没有任何这个 飞弹的这个防御系统 可以来因应的 那么这一次飞弹的这个速度呢 其实也是相当的快 最快的速度来到了17马赫 这么快 也就是因素的17倍之多 所以呢 这一枚飞弹呢 最后呢 是直接跨过了这个 日本的青森线的上空之后 是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 海域之外的太平洋当中 那么其实从今年开始 刚刚也提到了 北韩这个射飞弹的次数 跟频率越来越高 统计到目前为止呢 总共发射了23次 共43枚的飞弹这么多 但是呢 再加上昨天 其实6号一早呢 北韩又再度发射了 两枚飞弹 所以总共累积到目前为止 是已经发射了45枚飞弹 这么多 尤其在今年9月底的时候 当时候美军跟南韩 在日本海进行军演 那么在当时候 短短一个礼拜之内呢 北韩就射了四次飞弹这么多 因此可以说 这个东北亚的局势 是感到越来越紧张 关心日本的情势 主要还是因为 下个星期二 10月11号开始 日本要开放免签证的自由席了 这个入境的人数 也没有限制 但是事后很多早一步先过去东京的民众 都提醒台湾的旅客 现在东京已经是大不同 像是中野啊 秋夜园等地 很多实体店面都已经倒闭了 加上大陆的客人消失 大国药装店也几乎消失 还有自助结匠的方式也变多了 是这样吗 其实大家都相当的期待 因为下个礼拜开始呢 台湾跟日本之间的这个旅游 将要重新的来开放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呢 其实也就趁着前一阵子 刚好这个廉价航空有用会促销的时候 赶快大家抢机票买机票 就是因为在这个疫情之下呢 其实大部分的国人都已经三年左右 没有出国了 尤其是非常非常多人 真的是很想要到日本来玩了 希望第一个时间开放的时候 就可以到日本旅游 不过也因为这样三年过去了 其实受到疫情的影响 日本的这个生活啊 还有消费习惯等等改变也蛮大的 尤其对观光客来说 很多人可能以前比较熟悉的这个消费模式啊 或者是一些旅游景点也都会出现变化 例如说像是东京都非常知名的旅游景点 我相信有来过东京的人应该也都知道 叫做台厂哦 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这个很大的这个钢弹模型 然后还有这个自由女神 然后还有outlet商场 跟这个很大的摩天轮 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这个旅游行程 一定会去的地方 不过呢 这个地方的这个outlet呢 也在今年的夏天来结束营业 那么大型的这个摩天轮也已经拆掉了 另外呢 很多网美会喜欢去拍照的这个台厂的team lab 也是暂时的关闭 未来将会转移到东京都内来举行 而还有非常多游客到这个台厂 可能会去的大江户温泉 很多人会喜欢去那边泡汤 不过呢 现在大江户温泉也已经关门了 所以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真的要到东京旅游的话呢 还是要稍微更新一下最新的旅游资讯 另外像是呢 非常多人到东京旅游的时候 一定会买东西嘛 那买东西呢 很多人就会到这个新宿的歌舞伎町哦 那里 在这个地方呢 歌舞伎町呢 有一家非常大型的家电量饭店 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 其实它已经在两年前就已经关门了 那么整个新宿地区 其实过去有非常多的药妆店啊 或者是免税店等等 但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这个外国游客可以说是瞬间消失 有非常多的店家是根本撑不下去 就因为这个租金也非常的高 但是又没有客人 所以就纷纷的来关门了 另外还有像是百货公司 例如说池袋的这个丸金百货 未必受的三月百货 还有在新宿非常算是这个象征性地标之一的小田几百货呢 也都是陆陆续续的关门 而非常多动漫迷喜欢造访的秋夜园呢 也有部分的这个游乐中心呢 是已经关门了 而且呢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就是大家可能过去到东京 到东京旅游的时候 可能看到在街头上有这个马利欧赛车 就是大家坐的这个非常矮的赛车 然后车手是穿的这个马利欧的这个卡通的这个造型的人偶 这个呢 也因为诉讼的关系 所以现在呢 是没有办法的来继续经营的 另外在消费模式上面 其实日本呢 过去跟其他国家相比之下 比较不那么普及的电子支付 在这几年呢 其实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政府是不断的推动 所谓这个免接触事的这个消费模式 也因此让这个电子支付的方式 在日本是拓展的非常的快速 过去大家到日本可能会觉得说 日本好像还是比较传统 会喜欢用现金的方式 或者是用信用卡的方式来结账 但是在这几年呢 其实例如说像是利用像悠游卡 这样子电子票卡 日本叫做Sea卡 或者是Posmo这样子的卡片 可以用这样子的电子票卡来支付 或者是用QR Code来结账 例如说像是LinePay 或者是日本软银 他们自己推出的PayPay等等 这些QR Code的这个结账服务呢 在日本现在是越来越普遍 越来越流行的 而且呢 像是在这个超市啊 或者是在便利商店里面 现在也开始陆陆续续 有设置所谓的自助结账区哦 也就是说你只要拿着这个商品 自己到这个柜台 然后去刷这个条码 逼完之后 然后再用这个 自己的电子支付来结账 其实就可以拿走商品 非常的方便 那么也可以省去排队的时间 那么也可以避免跟这个店员 来有接触的机会 所以提醒一下 有兴趣要到日本旅游的 这个观众朋友们呢 还是要稍微先做一下功课 以免说真的你到了日本之后 发现想去的旅游景点已经没有了 可能会扑空 那么做一下功课 也可以让整个旅游比较顺畅 除了这个实体店的部分 据说现在店员也已经不大会 办理退税了 连说英文的店员都变少了 善智知名的餐厅 也不用大排长龙 虽然说物价变贵 但是日币现在贬值 所以换算下来 是不是还是比较划算的呢 需要有没有一些消费方面 可以提供给大家了解 这一点其实我自己实际感受上也蛮深的 不晓得这个到过日本旅行的人 还有没有印象 其实过去在日本旅行的时候呢 你走到很多地方 它几乎都是可以提供外国游客 有免税服务的 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个门口 有贴着这个 tax free的贴子 基本上像是服饰店 或者是一般的电器用品 还有药装用品等等 非常多地方都可以进行免税的服务 但是如果现在开放之后 大家来玩 那么外国游客一涌而入 可能就会面临一小段的震痛期了 就是因为呢 其实我其实最近有一些朋友 已经陆陆续续到东京来找我玩 那么我可能带他们去逛服饰店 或者是去买这个家电用品等等 甚至是到outlet买东西 本来想问问店员说 有没有这个免税的服务 只有常常店员会被问到一头雾水 也就是因为说在疫情期间呢 其实已经有太久太久 他们没有接触到 可以做免税服务的客人 尤其像是服务业等等 这个店员通常流动的速度比较快 很多人根本没有待满三年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疫情之前 这个免税服务要怎么办 甚至有些人 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店里 可不可以办免税 如果被问到免税的话呢 可能通常他们就要去找 这个比较资深的主管来解答 好就算真的找到了 有人会做免税服务 或是曾经还有住过免税的服务好了 可是因为真的太久 没有在做免税的业务 所以他可能还要去翻这个小册子 就是这个指导的手册 然后一步一步照着上面的方式来走 来进行免税的业务 就会花蛮多的时间 或者是说甚至有些地方 这个店员他也搞不清楚状况 他可能就会跟你说 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免税服务等等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 享受到这个免费的优惠了 那么也因为这样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没有接触到外国的游客 过去大家到日本玩的时候 可能是有蛮多 就是说观光景点或是免税店 都会有一些外国籍的店员 可能有些会讲中文 会讲英文 会讲韩文等等的店员 但是在疫情之下这些店员也越来越少了 那么现在只剩下日本的店员的话 可能他们真的太久没有讲英文了 一下子又要面对外国游客 可能在这个英文的应对上面 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因应 来适应 那么另外在这三年 当然刚刚提到 作本也提到了 现在少了外国游客 其实很多过去可能大牌长龙 或是非常热门的旅游观光景点 现在人潮也变得比较稀少了 例如说像是非常知名的这种美食餐厅 比如说过去的这个风舟市场等等 还有非常有名的这个海鲜 生鱼片 握寿司等等 有些餐厅过去是要大牌长龙的 但现在如果你平日去的话 基本上是不太需要排队的 另外还有一个变化非常大的 就是游乐园了 像是东京的迪士尼 还有大阪的这个环球以城 是非常多外国游客会想要去玩的地方 那么过去呢 其实在疫情之前 你如果一个游乐设施 随便排队 你可能都要排一两个小时起跳 但是因为现在受到疫情的影响 基本上因为外国游客没有了 那么本国人也会减少这样子 长途距离的移动 或者说减少外出的机会 再加上这个游乐园 它本身现在开始是有限制入园人数的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人潮就会少了非常多 像我上次去这个迪士尼 东京迪士尼玩的时候 基本上比较热门的这个游乐设施 排队大概排个二二三十分钟左右 其实就还是蛮久的 甚至有非常多的设施 是你根本连排队都不需要排队的 这一点是跟疫情之前 感觉上差异蛮大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刚刚就很提到的 就是日本的物价 其实过去大家来到日本的时候 感觉说日本的物价真的比台湾高蛮多的 尤其有些东西是贵大概1.5倍左右 不过这几年呢 因为这个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影响 其实台湾通膨的速度 物价上涨的速度还蛮快的 日本虽然也有通膨的问题 也有物价上涨的问题 但是这个幅度的相对台湾来说 可能比较没有来的这么大 再加上因为现在日元贬值真的贬得蛮低的 现在这个日元跟台币的汇率 大概是0.22左右 跟过去大家来到日本玩 可能那个时候大概是0.3 或0.29 0.28左右 其实这个汇率差距还蛮大的 也就是说虽然现在的日本物价 是有上涨的情况 可是以这个外币台币来算的话 其实还是蛮划算的 就以这个麦当劳的大麦克的套餐来说好了 日本现在一个大麦克的套餐 如果换成台币换成台币的话 大概是155块台币左右 那么跟台湾的其实现在是130块台币左右 其实差距没有很大 也就是说未来接下来开放的话 大家如果到日本买东西的话 可能感觉上会相对感觉比较划算 另外未来到日本是不是要注意 因为麦当劳使用这个纸吸管 在星巴克也喝到不用塑胶杯盖的饮料了 还有在摩斯用到这个用大米做成的汤匙或是叉子 日本在塑胶垃圾减量方面序号是不是也进行了一些努力 其实日本现在还蛮重视这个所谓永续经营的概念 对于环保的概念是越来越重视的 包括像是刚刚就很提到的这个日本的麦当劳 他们将从今天开始已经把这个全国2900家店铺 里面所有的这个饮料所用的这个塑胶吸管 现在要全部都把它改成紫吸管 那么像是一些塑胶的餐具 例如说像是汤匙或是像是叉子等等 也都会改为木头制的 那么预计这样子可以一年减少900吨的塑胶用量 而另外像是刚刚作文也提到的 日本的这个摩斯汉堡 他们也即将要把这些塑胶的餐具 外带的这个塑胶餐具 通通在改成是有这个植物性的这个材质所制成的餐具 还有连锁的咖啡店星巴克 其实很早日本开始就已经开始改用这个止吸管了 然后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非常多日本这样的餐饮业都是陆陆续续加入所谓这个减少塑胶用量的行列 这也是因为其实从今年4月开始呢 日本的这个塑胶制品相关的法律上路 他们是呼吁各界呢 是尽量能够减少这个废弃物的这个用量 可以越少越好 那么也期待说消费者能来改变自己的这个消费习惯 例如说大家可能过去到日本玩的时候 到这个超商买东西的话 其实很习惯会拿到很多的塑胶袋 因为你随便买一个小东西店员就会附你一个塑胶袋帮你包装起来 有些人甚至这个店员比较贴心一点 比如说你可能买了熟食 然后你又买了一个冰的饮料 他还会分两个塑胶袋帮你包装 其实是真的蛮浪费这个塑胶袋的 也会制造蛮多垃圾的 所以为了全面减少这个塑胶用量 日本也早在这个两年前 也就是2020年的7月开始 就已经开始推动所谓的这个塑胶袋收费制度 所以其实大家接下来要到日本玩的话 你到超商买东西这些塑胶袋通通都是要钱的 而且有些服饰店甚至是装衣服的纸袋 例如说像UNIQLO等等 这种装衣服的纸袋也通通都是要钱的 这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要到日本旅游的话 要特别留意有一些新的政策了 谢谢序浩带给我们的第一手观察 谢谢 好但很多人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 国门预计13号解封 只是小三通什么时候才能够复航呢 路委会主委邱泰山 周坦言过年前是好时机 但是诱人认为应该是要随着13号 国门解封同步开放 马头空荡荡几乎一个游客都没有 疫情延烧三年 国门终于预计要在13号开放 许多人关心小三通何时能复航 现在的小三通会发生在大概什么时候 我们会在作为这个规划之后 报上去 大概什么时候 应该就是找一个适当的节日来 适当的节日 就是说像这个过年啊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陆委会主委邱泰山面对咨询时 也认为农历年前开放是富航的好时机 终于露出曙光当地人乐观其成 因为和疫情前相比 没了往返两岸的人潮 商家生意大受影响 金门县长赞同陆委会的说法 表示金门已经准备好了 过年虽然让我们心里有一个底 但是乡亲的期待 还是希望能够越早开通越好 同时时间尽量能够提早确认 毕竟许多台商过去都是靠着小三通 往返两岸 一旦富航可以大幅提升往返两岸的便利性 身为金门人的立委陈玉珍 认为解封不能有两套标准 金门人不是四等公民 所以邱泰山说要过年开放 我觉得不能接受 应该要比照其他国境 或者应该在近期内就应该规划开放 不过能不能提早陆委会表示 因为还有防疫相关考量 入境人数限制 每个礼拜十五万 该怎么规划必须滚动式调整 但无论如何随意防疫政策的改变 小三通富航已经进入倒数阶段 TVBS新闻最后报道 而新疆的议题再次成为世界焦点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6号 由47个成员国来表决 是否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现况 来展开辩论草案 最终是以19票反对 17票赞成 11票弃权 否决了辩论新疆议题 而这是人权理事会创立16年以来 第二次有议案被否决 很多的成员国主要是因为受到 中国大陆政府大力投资 在投票的时候不愿意表达反对 非洲国家尤其是特别明显 不过也有外交官司认为说 不管表决的结果如何 已经让新疆成为了议题的焦点 这个目标是达成了 中国大陆短影片楼头平台 抖音最近却爆出说禁止直播 说粤语轻则中断直播 重则封禁账号 而引发了许多粤语直播主的反弹 批评中国大陆 怎么会连一个方言都容不下 港新刘德华在抖音开唱粤语歌 这是去年二月 翻看他这一年的抖音影片 几乎都是讲普通话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准备直播的一天吧 抖音直播须知在香港 以及广东地区可能要多了一条 有抖音直播主讲粤语 受到系统警告要他说普通话 否则直播会被强行中断 甚至被封禁账号 抖音客服回应是技术性问题 因为语言辨识能力有限 所以建议说普通话 但是在中大陆其他地区的土话直播 并没有这项规定 引起粤港澳地区用户反弹 扼杀方言 抖音在香港服务 随着北京控制也跟着改变 抖音海外版TikTok发声明 或因应近日发生的事件 决定停止在香港市场的运作 TikTok将会从手机应用程式下架 路透社引述抖音发言人说 是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 作出有关决定 据了解现在香港无法下载国际版TikTok 只能用中国大陆国内版的抖音 在国际上争议扑通的影音平台 决策也符合北京的政治正确 TV生理会话 程中文综合报道 泰国在周四发生的汉人听闻 大规模凶杀案是一名34岁的前警察 持刀枪闯进托儿所行凶 凑成了至少37死 其中大多数还是学龄前的儿童 泰国警方证实 嫌犯是因为有吸毒前科遭到解雇 不排除是因为吸毒 导致省治不轻 才会犯下血案 土耳所现场家长老师哭得深思历劫 泰国东北部发生大规模凶杀案 死者大多是年幼的孩童 年纪最小的只有两岁 这间土耳所位在首都曼谷东北约 540公里的浓膜兰普府 胸前原本是要来接儿子 没想到没接到人 却先杀害正在吃饭的老师 最后闯进房间朝午睡中的孩童行凶 犯后男子又开车回家 沿途人继续滥杀还撞倒人 而到家后他又杀害妻儿 最后自我了断 泰国警方证实嫌犯虽然有枪 但在场主要是用刀砍 死者中甚至包含怀有身孕的老师 而追查发现凶贤是一名 34岁的前警察名叫潘亚 因为有毒品前科遭到隔职 犯案当下可能神志不清 晚间事发的托儿所陆续抬出一具具棺材 准备掩尸 这起恐怖杀人案震惊国际 泰王和王菲也预计在7号前往医院探视伤者 而在墨西哥西南部圣米格尔拖拖拉盘市 有枪手是闯入了市政厅开枪 结果造成包含现任市长和他 先前也当过市长的父亲在内 一共20人死亡 当局不排除有政治因素涉入 墨西哥圣米格尔拖拖拉盘市 市政厅外墙上密密麻麻布满弹痕 玻璃窗也都遭到子弹打碎 市政厅外的路面还可见到散落许多弹壳 这里发生了可怕的枪击屠杀 墨西哥西南部的圣米格尔拖拖拉盘市 有枪手闯进市政厅开枪扫射 造成市长孟多萨跟多名市政厅职员 还有警察死亡 枪手到市政厅前还先闯入市长家中 枪杀了孟多萨先前也当过市长的父亲 当局初步研判 犯案的是当地恶名昭彰的龙舍兰黑帮 龙舍兰帮派在2015到2017年间恨行当地 经常威胁当地行政首长 后来帮派老大遭到暗杀 让龙舍兰陷入跟其他帮派的斗争 墨西哥国防部表示正派出军队到当地协助 搜捕凶贤 墨西哥独销黑帮横行 经常杀害警察官员 当局主要倚靠军方扫黑 却没有加强地方远景的力量 让总统罗培兹欧布拉多的国安政策备受质疑 PVP的新闻余思影综合报道 索罗门群岛2019年和台湾断交 转为承认北京 近期成为了外交角力中心 美国和澳洲都积极的要拉拢 4月和中国大陆签订秘密安全协议的 索罗门群岛总理苏加瓦瑞 在6号去访问了澳洲 也首度的会见澳洲总理埃班尼斯 苏加瓦瑞是重申 索罗门群岛将会永远不会 让外国军事设施 或是外国政府机关使用 因为这个不符合索罗门群岛 以及索国人民的利益 防止台海冲突 经济部提到台湾最近几个月 都在增加储备食品等关键物资 交给记者林立 好经济部政策 陈正琪在接受外媒访问时 说台湾最近几个月 都在增加储备食品 化学品还有能源 矿产等等的关键物资 而且每个月都进行盘点 为潜在的冲突来做准备 陈正琪也说 由于疫情大流行的关系 过去两年关键物资的储备 有所放缓 但最近几个月又有回升 至于需要多少储备 才能抵御北京的封锁 或者是攻击 就没有多做透露 外媒报道 从2016年 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 台湾就一直承受着 北京对台的军事演习压力 今年8月 美国众议院议长 培洛西访台之后 大陆的解放军 回台军演 还发射多枚弹道飞弹 直接掠过台湾本岛上空 对于大陆的威胁 陆委会主委六号 也在立法院表示 习近平在中共 二十大延任之后 北京当局对台工作 进入加强实践 反毒促统 陆委会将持续评估 研判可能的发展 主播 非洲索马利亚 陷入缺粮危机 联合国恐怕在几周内 就会正式的宣布发生计划 不过地球的另一端 食物浪费的情况 确实已久 为了打击圣食问题 英国主要超烧 已经是移除了 赏位期限标示 驾着旅车 带上七小 索马利亚人 一批又一批的 前往南门营 六十岁年迈的迪里爷 也花了三个星期 跋涉700英里后 终于抵达 沿途行经 伊斯兰极端分子 控制的领土 看到许多 海人的景象 但这所谓的难民营 其实也只是用 简陋布料搭建起来的 临时住所 食物和饮水 极度匮乏 绝望的民众 只能恳求国际 伸出援手 连续两年缺乏 有效降雨 长期干旱 没能缓解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 索马利亚 已有710万人 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 150万名 五岁以下 孩童 处于即兴营养不良 还有超过 100万人流离失所 除了气候变迁 俄乌战争也让情况恶化 国际捐款下降 物价持续飙涨 联合国表示 最快未来几周 可能会正式宣布 发生饥荒 而这样的正式声明 相当罕见 过去只有在2011年 索马利亚 和2017年 南苏丹的两个县 发布过 不过就当地球的异端 饱受饥饿之苦 世界各地浪费食物的问题 却丝毫没有改善 根据统计 全球每年浪费 高达13亿吨的食物 而在美国 这样的比例 就占35% 专家认为 部分原因 归咎于食品标示 造成的疑虑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英国主要连锁操商 都已经将 蔬果上的 最佳赏味期限移除 欧盟也预计 在年底 修改食品标示法规 超过赏味期限 不代表不能吃 只是风味美味程度 可能会降低 但是与使用安全无关 也因此美国 统一食品标示的声浪 也逐渐成长 其他造成食物浪费的原因 还有卖向不佳的蔬果 一间非益令组织 专门收集圣食 用来喂饱 有需要的人 还把他们 重新制作成 宠物零食贩售 他们鼓励民众 在把食物丢掉前 先善用眼鼻 去做判断 食物资源严重分配不均 大量的浪费 不仅加重能源负担 也排放温室气体 造成恶迅循环 对于食物产销历程 应该有明智的选择 TVB的新闻总和报道 感谢观看